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随身携带手机 LY将与Bug队进行三连战 成秋监督本赛季刚刚走马上任 他精筹谋略 迄今为止 以协助很多弱小球队夺的冠军 Bug队开赛来势头很猛 一路连胜 成秋监督凭借他过人的头脑 至少帮球队提升了2-3倍的实力 这对手绝对不好对付 比赛开始了 本场比赛 杜九弟没有担任先发投手 第二局是Bug队击出拳雷打 率先得分 在生育复出的恩党 在第三局帮本队搬回一分 比赛进行到第五局 Bug队进攻 此时面临一人出局 二三类有跑者的情况 成秋监督最擅长在这种局面下抢分 这时相成者将杜九弟换上了场 这是财老头的轨迹 根据One Outs契约追加条款 所谓失分并不是指失误分 而是杜九弟做投手时所失去的功夫 每当三类有跑者时 换他当救援投手 会大大增加杜九弟的失分概率 财老头打算 今后都让杜九弟担任救援投手 当三类有跑者时便让他上场 这伙实在太鸡贼了 面对人称一三类魔术师的成秋监督 杜九弟能否不让跑者跑回本来 并牵制住两位打者呢 L外团会这么快就派杜九弟出场 成秋教练也很惊讶 他向队员发出暗号 双重到来 出口看到后 用暗号告诉防守队员 小心双重到来 但成秋教练已识破了L外团的暗号 将暗号改来 让打者抢分 出口联盟告诉队员 警戒抢分 于是成秋教练再次改了暗号 这次出口实在没看明白 联盟叫了暂停 杜九弟告诉出口 你别总惦记得将对方双闪 在这种一人出局 一三类有名的局面 最好的方式是三阵 这样的话 无论Bug队想出什么策略 若连球都记不住 也无济于事 Bug队打者听后 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决心又让杜九弟好看 然而理想很美好 现实很骨感 两名打者相继为三阵 结束了这局 成秋教练暗暗佩服 只有杜九弟看穿了 自己用来动摇捕手 而发出的假暗号 但当所有人都认为 杜九弟会就此下场后 财老头去宣布 不会让杜九弟下场 但此时三类已经没有跑者了 财老头打算砸整呢 他竟然支持相场队监督 让杜九弟单人在野手 去防守依赖 棒球中 球员只要被换下 就不能再上场 除非去守其他位置 这样之后 每当三类有跑者 杜九弟便能随时登上投手球 这老家伙实在太阴险了 此时发克队 接出一剑安打 打者登手一类 但杜九弟此前 似乎没有守备的经验 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又是一剑安打 无人出局 一二雷有人 见杜九弟像个菜鸟一样 成秋监督心中暗喜 此时LY队投手 向一类投出了牵制球 杜九弟却没接住 竟然掉了 好在打者也没反应过来 还有老头更开心了 这种守备只会放对方不断上来 增加杜九弟自身出场 与失分的机会 见杜九弟的防守如此不堪一击 成秋监督暗示打者 用上垒触击球击打 随后投水的球投出去了 打者有意用触击式 将球击到守备不成熟的杜九弟方向 没想到杜九弟却迅速接起球 逃不犹豫的将球传向二来 出局 球又重置一来 双杀 一时间所有人都静得目瞪口呆 这样Bug队就变成两出局 三雷有人的局面 台老头觉得杜九弟的运气太好了 由于此时的打者并不强 便没换杜九弟当投手 但此时只有成秋监督看出 刚才杜九弟并非运气好 而是他之前友谊演戏 装成防守不行的样子 引诱Bug队将球击向那里 但老成并不惧怕 最快球速只有128公里的杜九弟 因为他还有一个秘密武器 他将休息区的约翰换上他 这个黑人选手 看上去绝非善来 Bug队就在跑 由约翰换下现在三雷的跑者 这个刚刚加入一队的球员 是来习惯球场气氛的 还是另有绝技呢 现在一比一同分 两人出局 三雷有跑者 L外队投手准备投出第一球 此时约翰却大大离来 随后开始狂飙了起来 他居然想到本雷 投手连忙将球投向本雷 但还是迟了一步 上雷到本雷成功 Bug队将比分反超 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角力简直就是个怪物 不愧是成秋九年的秘密武器 这一分成了比赛的关键 L外队也一分的差距惜败 杜九弟将如何应对智将成秋 与他的秘密武器光速侠约翰的挑战呢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宇哥下回分解 别忘了点击关注 打开更新提醒 并在微信里搜索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我会在这里的杰粉专区 提前更新八级视频哟 宇哥的公众号里 有我做过的所有视频的目录 方便查找观看 贵求大家的关注 另外别忘了准发和推荐 谢谢大家